台北市打算盖信義輕軌 疏解交通 但類似路線 其實早在馬英九當市長時代 就已經規劃過 11年前信義輕軌 就是預計從我後方的松山車站出發 那麼沿著一旁的松山路這邊 一路往南進入信義計畫區 來到計畫區之後 像我現在所走了這個腳踏車道 還有兩旁的綠狼帶 都是當年要來規劃 給輕軌所使用的預留空間 不過也因為居民反對 計畫被迫中止 一聽到輕軌附近居民都不陌生 但當年一旁的五分譜店家 擔心影響生意 沿線松山松德路居民 也認為會破壞景觀及居住安寧 都強烈反對 多年過去了答案一樣 有聽見了 怎麼會 怎麼說 超棒 為了疏解信義區一帶的交通問題 2004年時任台北市長的馬英九 就曾規劃以磁服列車為主的輕軌系統 才高架形式興建 擬設立15座車站 串連起台鐵松山車站和捷運 阪南信義線 才環撞形式環繞信義區 預留向南延伸木炸空間 二旗路網本來也打算 跨過激動河向北 進入內湖疏解交通 但都因居民強烈反對 覺得又吵又醜 計畫最後胎死腹中 捷運局表示 如果可行性研究和後續的審查 騎乘一切順利最快三年後渴望動工 只是反對聲音依舊存在 柯文哲是否為了解套交通問題 太急著出手 北市府該如何釋出利多 說服居民有待考驗 借東訊武登麗 台報道